老柯講得很對啊 在立法院老柯每天就近觀察 傅坤其實現在最忠實的小弟 就變黃國昌啊 在立法院他看到你沒有出席 最後保送了很多國民黨要的案子嘛 很多應該要討論的案子 全部都不討論了嘛 黃國昌你也變太多了吧 我們去把黃國昌過去幾年的話 把它調出來 我真的沒找到 2024年之後 不好意思喔 你真的變成是 侯友宜最忠實堅針的支持者 林靜宜當 衛福部次長 人家當過立委 不分區的區域都當過 也當過醫生 對 哪裡不夠格 民進黨只要當民進黨政治打手 就可以被酬佣 我同一句話送給你 那民眾黨是什麼 民眾黨是 區域立委不敢選 如果柯文哲現在是總統 我黃國昌就是法務部長 開玩笑 他現在因為選老三 所以只能當黨團三長 對我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講 連次長都沒得到 他在吃醋 我為什麼除了吃醋以外 我最生氣的事情是 你哪跟蔥跟林靜宜比 林靜宜面對中二的嚴家 對 敢站到最後一刻 輸了 勝不交敗目點 贏過也輸過 你在戲子區 民進黨跟你合作 打下來之後 最艱辛的時刻 其他區的區域都繼續站 就你落跑不站 不站完了之後 現在民眾黨給你一個不分區 那你在那邊爽 當總召 你有什麼 還算人家 真正敢跟家族 政治勢力對抗的林靜宜 是林靜宜 你連站都不敢站 卻站之後 哪一個不分區 你是哪根衝啊 因為柯總召 就講得很清楚 是 希望國民黨有一天讓 這個 這個 洪國昌選新北市 所以洪國昌 他的表現也的確讓人覺得 哇很特別喔 他對於侯友宜 一改態度 以前是蠻嚴厲的 哇 現在就 卑躬屈膝的尊侯 哇 你很讚 我要好好的跟你學習 可是國民黨真的會讓 黃國昌選嗎 我先講喔 談黃國昌兩個角度談 第一個角度談 他跟國民黨關係 真的變跟以前不一樣了嘛 老柯講得很對啊 在立法院 老柯每天就近觀察 傅昆奇現在最忠實的小弟 就被黃國昌啊 沒出席的民眾黨八席嘛 每次出席都不出席嘛 連弃權都不敢按 這是雙關 沒出席的八席 沒有 我是講沒有出席喔 我沒有講你沒出席 雙關隨便 總之就是沒有出席嘛 所以 在立法院他看到 你沒有出席 最後保送了很多 國民黨要的案子嘛 很多應該要討論的案子 全部都不討論了嘛 對 這個是 老柯的觀察 可是回到新北 黃國昌你也變太多了吧 我們去把黃國昌過去幾年的話 把它調出來 2018年 你罵說 新北市高房價 請侯友宜跟你辯論 辯論居住正義 2018年同一年 你罵新北市 避案多 你還罵 侯友宜說 你竟然跟貪污議員站在一起 2019 他批啊 新北市的那個智慧教室啊 是一個爛攤子 叫侯友宜出來交代 2019年 批侯友宜啊 求樑檢測 樑梁的檢測啊 說 承包廠商是球員兼裁判 2022年 恩恩案發生的時候 消防員 消防局 在長官的壓力下 對恩恩的爸爸演戲 黃國昌 跳出來說 離譜 要侯友宜面對 現在就值得學習 所以你要學什麼啦 2023年 還有 黃國昌說 侯友宜喔 你選總統 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 呼籲市民 讓侯友宜回去當市長 欸欸欸 你變太快了吧 2023以前 全部在罵侯友宜 我還認真去找啊 2023年以前 黃國昌 你有稱讚過 侯友宜任何一件事嗎 我真的沒找到 2024年之後 拍謝喔 你真的變成是 侯友宜 最忠實堅針的支持者 對 欸我剛才那個 一三哥講的那一部分 聯合報 用了一個私下表示 跟大家說啊 黃國昌啊 私下跟別人表示啊 說好有儀喔 有個東西很讚 叫行動治理 我 直接跟里長溝通 後面那一句話 我看了真的是傻眼 說 免於受到議員牽制 你們這些壞蛋 議員都牽制 增加處理陳情案的效率 值得民眾黨學習 你在說什麼消費啊 喔 我懂了 你跨過民意代表 監督市長的民意代表 直接處理里長的案子 你叫做值得民眾黨學習 所以立法院廢掉 我強烈建議 中央的各級官員 建議由黃國昌建議的方案 以後民眾黨的所有陳情跟服務案 全部不用理 全部跨過 直接服務第一線民眾 跳過他們的干擾 以後八席都不用服務了 撫會聯絡人 外交部交通部內政部 直接跨過那八... 跨過立法院直接到地方 不是啦 這像是黃國昌該講的話嗎 你一個民意代表 你去講說人家跨過民意代表 直接服務里長 叫讚 叫增加效率 這一趴我支持他 支持他 跳過你立法院 很棒 很棒 好啊回來啊 你可以得到什麼 你不要笑聲啦 國民黨你去問國民黨的 所有新北市的議員 誰支持 跟黃國昌合作 一個站出來就好 一個就好 我在議會問 至少我認識的國民黨議員 沒有人支持啊 國民黨會讓你嗎 唯一有一種可能 朱立倫自己 沒有處理好侯友宜 朱立倫最後堅持提他要的人 沒跟侯友宜參雄 侯友宜用按住的方式 按住黃國昌 那這種狀況底下 侯友宜政治也 進棺材了嘛 就是你不理國民黨了 然後侯友宜按住他 所以現在 黃國昌賭的就是這件事 黃國昌賭的就是 好啊 那國民黨你說 可能之前是提人啊 或者是所幸不提人啊 至少我有侯友宜的支持 我就 不好意思喔 我是不應該這樣講 但是你真的很像某種動物 一直扒上去 對啊 就是那樣嘛 黃國昌你再巴結侯友宜 你跟侯友宜的關係再好 你覺得侯友宜跟侯孟凱的關係 不會更好嗎 你先去問一下侯孟凱好不好 你以前把人家罵到 狗血淋頭罵到 真的是難聽自己 對啊 你像是一個有弊案 有問題的城市的市長 現在被你變成 民眾黨學習的表率楷模 再來佩德爾 我最後剎底話 再罵一下黃國昌一件事 好 黃國昌這兩天你在酸什麼啊 我們任命 我們的幾個次長 對 林靜宜當衛福部次長 人家當過立委 不分區的區域都當過 也當過醫生 對 哪裡不夠格 而且我告訴你 林靜宜匪陶匪的 他是拿過匪陶匪的 你在那邊給我嗆林靜宜 笑話嗎 黃國昌 我要用你的邏輯來解釋你 民進黨 只要當民進黨政治打手 就可以被酬庸 我同一句話送給你 那民眾黨是什麼 民眾黨是 區域立委不敢選 當民眾黨的政治打手 就酬庸給你立委更大 沒有沒有沒有 這樣怪柯文哲 柯文哲選老三 如果柯文哲現在是總統 我黃國昌就是法務部長 對 開玩笑 他現在因為選老三 所以只能當黨團三長 對 我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講 連次長都沒得到 他在吃醋 我為什麼除了吃醋以外 我最生氣的事情是 你哪跟蔥跟林靜宜比 林靜宜面對中二的嚴家 對 敢站到最後一刻 輸了 勝不交敗不連 贏過也輸過 你在戲子區 民進黨跟你合作 打下來之後 最艱辛的時刻 其他區的區域都繼續站 就你落跑不站 不站完了之後 現在民眾黨給你一個不分區 那你在那邊爽 當總召 還酸人家 真正敢跟家族 政治勢力對抗的林靜宜 是林靜宜 你連站都不敢站 卻站之後 哪一個不分區 你是哪根蔥啊 沒錯 你敢嗆林靜宜 你是哪根蔥 嗆你不敢選 還拿一根蔥在那邊甩來甩去 你去找一區的區立委來選再說 講得好火有沒有 很火大 不要再吃醋了 就你老三 沒有你法務部長的位置 好不好 不要嫉妒別人 人家林靜宜 拿過匪陶匪 有實戰的經驗 而且又是專科的醫生 優秀太多了 靜宜皆生過五千個孩子 哇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來啦 回到柯文哲的這三大案 柯文哲我要請教一下永宏 因為柯文哲說 我哪有什麼三大案 都要讓他們在那邊亂講 真的 哪三大 這三大 這個原因是這樣 因為 現在柯文哲整天被人家纏著 他有三大案 然後他又要去 去說要這個519 也就是我們的民主選舉出來的 賴清德準總統要就職的 前一天 要去衝民進黨 這個邏輯有點怪 然後要去衝民進黨 人家問他三大 他說這是民進黨搞的 我沒有三大案 來我先說明三大案在哪裡 第一大案 叫台治光案 我們討論很多了 就是當然這跟好羅文斌有關係 但是在他 這個柯文哲任內 這個加碼 加契約 要警察局買單 比市價貴一倍 對不對 第二大案叫北市科 也是討論 第三大案叫金華城 有這三大案 而且這三大案跟民進黨沒有關係 這三大案現在是蔣萬恩當市長 把資料給大家 然後你要去衝民進黨 就跟剛剛冠廷在講 那個黃國昌樣 他們邏輯很奇怪 你要大人 你要大人 但是你就是老二 被幹成老三 那你想要當老二 然後你不去衝老二的國民黨 你整天說都是民進黨在弄你 為什麼民進黨沒有弄你啊 這三大案 都你自己弄的好不好 國民黨 台北市長都沒有 講萬恩是在配合我們民進黨 那萬恩兄 明天你把資料給我一下 我的電話在這裡 但是他不會給我 因為他是國民黨的 所以你不去衝國民黨 你衝民進黨 轉移焦點 那柯文哲這三大案 是肯定跑不掉 因為現在全部都分案在偵查了 沒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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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